中二 高级华文 第二课幸福的黄丝带 本文通过一个刚出狱的中年男子和长途巴士上乘客们的对话 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包容 中年男子因经营不善 无力还债 被判坐牢三年 出狱前 他写信请妻子原谅 并告诉妻子如果还能接受他 就在村口的老乡书上绑一条黄丝带 那时快到战时 车上的人看到 在村口的老乡书上绑满了黄色丝带 心词与学习 满载 达到规定的负载 但 用手指或器具拨抹或敲击乐器 频频 连续不断地 语刺 忧郁 忧伤苦闷 愁闷 焦虑 交集忧虑 刑期 服刑的期限 债 所欠下的钱财 徒刑 剥夺犯人自由的刑罚 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聆听 听 沧桑 沧海桑田的略语 比喻经历了许多世事变化 妻子 男女二人结婚以后 女子是男子的妻子 出狱 被释放而离开监狱 绑 捆起来 踪迹 行动留下的痕迹 归来 回到原来的地方 一幕 借指一段情景或生活经历的一个片段 善然泪下 形容因有所触动而流下眼泪 中二 高级华文 第二课 幸福的黄丝带 绿色的圆圆上 一辆巴士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当巴士开到路边的一个村口时 乘客们看到 在一棵老橡树上 千百条黄色丝带正在随风飘舞 这一情景令大家欢呼起来 他们围着车上的一个中年男子 高兴地为他鼓掌 欢呼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 那是1971年的秋天 一辆满载乘客的巴士上 年轻人弹着吉他 唱着轻快的流行歌曲 车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车尾 坐着一个沉默的中年男子 他频频望向窗外 脸上流露出忧郁又焦虑的神情 显得与众人格格不入 再过40分钟 就要到下一站了 中年男子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一个女孩走到他身边 关切地问 嗨 你在哪里下车 你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怎么了 中年男子抬起头对女孩说 我应该在下一站下车 可是我不知道 也许我还得继续做下去 哦 为什么啊 你还好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 其实 我刚刚服完我的三年行期 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 回家 三年前 我开的一间商店 因为经营不善 加上经理恶意欺骗 使我背上一大笔债 不得不宣布破产倒闭 因无钱还债 法人判我三年有期徒刑 今天行期刚晚 所以我才坐上这班巴士 下一站就到我家了 不过 我还有家可回 女孩和男子的对话 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 大家围过来 一起聆听这个满脸沧桑的中年男子的故事 两个礼拜前 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告诉她我就快出狱了 可是 我又不确定这三年来 她的生活是否起了什么变化 她是否还能接受我这个犯过错的人 我在信上告诉她 如果她还能接受我的话 就在村口那棵最大的老巷树上 绑一条黄丝带 如果我坐巴士进村的时候 看到黄丝带 我就知道她还愿意接受我 如果老巷树上没有黄丝带 我就会留在车上继续坐下去 忘掉我和她过去的一切 大家都被这个中年男子的故事感动了 他们也开始担忧起来 因为一条黄丝带将决定男子往后的一切 车子越来越靠近下一站了 中年男子开始不安起来 再也不敢望向窗外 车上的乘客则不约而同地向窗外看去 搜索着黄丝带的踪迹 突然寂静无声的巴士上响起了欢呼声 人们围着中年男子 兴奋地指着窗外叫她看 她抬起头向窗外看去 她看到了 她看到了老巷树上 绑满了成百上千的黄丝带 她的妻子带着儿子 女儿和全村的人都站在老巷树下 迎接她的归来 车上的 家里的 村里的 所有人都在拍手 在欢呼 中年男子的视线渐渐模糊 眼前的一幕令她经不住潇然泪下 根据以上短文回答问题 一 第一段 乘客们为什么欢呼 二 第四段 从哪里看出中年男子与众人格格不入 三 第六段 中年男子为什么不确定会不会在下一站下车 四 第十段 中年男子向妻子提出了什么要求 五 第十二段 中年男子为什么不安 他为什么不敢向窗外看 六 第十三段 中年男子看到了什么 七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中年男子的妻子完全原谅并接受了他 八 找出课文中让你感动的情节 九 在课文中画出对中年男子肖像描写的句子 十 人人都会犯错 如果你犯了错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 如果你周围的亲人或朋友犯了错 你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 中二 高级华文 第二课幸福的黄丝带 本文通过一个刚出狱的中年男子和长途巴士上乘客们的对话 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包容 中年男子因经营不善无力还债被判坐牢三年 出狱前他写信请妻子原谅并告诉妻子如果还能接受他 就在村口的老乡书上绑一条黄丝带 八十块到战时车上的人看到在村口的老乡书上绑满了黄色丝带 心思与学习满载达到规定的负载 但用手指或器具拨抹或敲击乐器 频频连续不断地语刺 忧郁 忧伤苦闷 愁闷 焦虑 焦急忧虑 行期 服刑的期限 债 所欠下的钱财 徒刑 剥夺犯人自由的刑罚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聆听 听 沧桑 沧海桑田的略语比喻经历了许多世事变化 妻子 男女二人结婚以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 出狱 被释放而离开监狱 绑 捆起来 踪迹 行动留下的痕迹 归来 回到原来的地方 一幕 戒指一段情景或生活经历的一个片段 善然泪下 形容因有所触动而流下眼泪 中二 高级华文 第二课 幸福的黄丝带 绿色的圆圆上 一辆巴士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当巴士开到路边的一个村口时 乘客们看到 在一棵老橡树上 千百条黄色丝带正在随风飘舞 这一情景令大家欢呼起来 他们围着车上的一个中年男子 高兴地为他鼓掌 欢呼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 那是1971年的秋天 一辆满在乘客的巴士上 年轻人弹着吉他 唱着轻快的流行歌曲 车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车尾 坐着一个沉默的中年男子 他频频望向窗外 脸上流露出忧郁又焦虑的神情 显得与众人格格不入 再过40分钟 就要到下一站了 中年男子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一个女孩走到他身边 关切地问 嗨 你在哪里下车 你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怎么了 中年男子抬起头对女孩说 我应该在下一站下车 可是我不知道 也许我还得继续坐下去 哦 为什么啊 女孩好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 其实 我刚刚服完我的三年行期 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 回家 三年前 我开的一间商店因为经营不善 加上经理恶意欺骗 使我背上一大笔债 不得不宣布破产倒闭 因无钱还债 反而碰我三年有期徒刑 今天行期刚晚 所以我才坐上这般巴士 下一站就到我家了 不过 我还有家可回 女孩和男子的对话 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 大家围过来 一起聆听这个满脸沧桑的中年男子的故事 两个礼拜前 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告诉她我就快出狱了 可是 我又不确定这三年来 她的生活是否起了什么变化 她是否还能接受我这个犯过错的人 我在信上告诉她 如果她还能接受我的话 就在村口那棵最大的老巷树上 绑一条黄丝带 如果我坐巴士进村的时候 看到黄丝带 我就知道她还愿意接受我 如果老巷树上没有黄丝带 我就会留在车上继续坐下去 忘掉我和她过去的一切 大家都被这个中年男子的故事感动了 他们也开始担忧起来 因为一条黄丝带将决定男子往后的一切 车子越来越靠近下一站了 中年男子开始不安起来 再也不敢望向窗外 车上的乘客则不约而同地向窗外看去 搜索着黄丝带的踪迹 突然 寂静无声的巴士上响起了欢呼声 人们围着中年男子 兴奋地指着窗外叫她看 她抬起头向窗外看去 她看到了 她看到了老乡书上 饱满了成百上千的黄丝带 她的妻子带着儿子 女儿和全村的人都站在老乡书下 迎接她的归来 车上的 家里的 村里的 所有人都在拍手 在欢呼 中年男子的视线渐渐模糊 眼前的一幕令她禁不住闪然泪下 根据以上短文回答问题 一 第一段 乘客们为什么欢呼 二 第四段 从哪里看出中年男子与众人格格不入 三 第六段 中年男子为什么不确定会不会在下一站下车 四 第十段 中年男子向妻子提出了什么要求 五 第十二段 中年男子为什么不安 他为什么不敢向窗外看 六 第十三段 中年男子看到了什么 七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中年男子的妻子完全原谅并接受了他 八 找出课文中让你感动的情节 九 在课文中画出对中年男子肖像描写的句子 十 人人都会犯错 如果你犯了错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 如果你周围的亲人或朋友犯了错 你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 那